2021年8月31日 美军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 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部署 即便拥有全球第一的武装力量 美国在这片平级的土地仍然逃不了好 错综复杂的教派 各立山头的部落 让现代国家概念始终无法在阿富汗生根 很多阿富汗人 尤其是乡村地区来的人 他们比较喜欢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现代社会 这些人当然很多人支持塔利班 许多人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保持他们自己的生存 跟自己的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们会支持任何一边 他们认为会赢的那一边 根本原因我认为在于 他们的部落文化 还有宗教派系文化 是根深蒂固的 他们没有办法互相合作 然后中央政权在首都以外的区域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 自从911事件之后 美军对包庇宾拉登的阿富汗 发起猛烈进攻 两年后在挥军伊拉克 中东战火一烧就是20年 但即便美国在军事行动上势如破竹 对于民主制度的输出 却几乎是原地踏步 他们人民在经济上普遍是贫困的 那在建立了民主体制之后 他们并没有很快地感受到 生活上实质上的改善 然后反而是因为权力造成官僚的腐化 然后与不守信诺 也造成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要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国家必须有法治 阿富汗的司法制度是一个未发展的状况 往往是以部落或者宗教的领导做基础的 当我在2012年在那里的时候 那时候甚至连惩罚士兵的轻的违法行为 比如说打架或者逃兵这种事情的有效系统也不存在 那你连一个司法制度都不存在的国家 你要变成真正的民主 那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阿富汗五分之四都是山地地形 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但它位处亚洲陆路交通要冲 自古就是欧亚文明交流的必经道路 占据阿富汗等于恶控亚洲战略枢纽 多年来想插起此地的强权 不计其数 阿富汗一向有异国粉厂的称号 早在美国之前 包含英国 苏联 都拿不下这块位在欧亚大陆枢纽的山地国家 而自从美军撤离之后 在这块土地上面下雨的强权又多了一个 现在在全力真空之下 下一个准备插起阿富汗的强权 可能就是中共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塔利班代表的合照 象征世界局势的全新篇章 由于阿富汗太过落后 急需新的强权援助 中共也需要塔利班 协助剿灭边境的心腹大患 也就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 因此双方关系进展 异常热络 在美军正式撤出阿富汗之后 其实在九月份 十月份 两个月份当中 中国对于阿富汗这个议题 它其实在外交上面的着力很深 主要的目的 我相信中国是为了要建立一个 以中国为枢纽的多边外交体制 然后来因应这个阿富汗的议题 那主要也是为了提升中国本身的一个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 欧盟也宣布 要透过当地的国际组织 向阿富汗提供10亿欧元 约薪台币324亿的援助 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 发生重大人道主义危机 但欧美各国至今仍不承认塔利班政府 并实施一系列的制裁行动 你目前这个阶段看起来 塔利班他仍然积极的 透过他的外交的手腕 然后来突破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些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都有特别要求 美国跟西方国家应该要解除 对塔利班的一个制裁 身居内陆的布毛之地 千百年来始终充斥着周边的强权角力 阿富汗人民想过上安稳的日子 人失调 漫漫长路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